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刘方慈 欢迎收看全球看民视 接下来30分钟透过我们镜头 带你来走遍全世界 首先来关注这个星期 是全球所谓的超级央行州 日本 美国跟台湾等等 会陆续的开会 讨论货币政策的方向 好 其中日本是要在明天来公布 最新的利率决策 外界认为日盈很可能会结束 维持了长达17年的负利率政策 那么日股也受到了这项讯息的激励 日经指数今天一口气暴涨超过1000点 日盈从18号起 举行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而外界最瞩目的莫过于日本 很可能在19号宣布解除 维持了17年的负利率政策 除了因国内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一直维持在2%以上 显示国内消费景气稳定成长外 今年日本的春斗劳资谈判 企业的平均加薪幅度更来到5.28% 创下近33年新高 达成日盈总裁植田河南立下的薪资 与物价间的良性循环目标 都为日本升息增填更多可能性 虽然另一方面有分析欲锅日盈这回 很可能会暗兵不动 等到4月之后再宣布升息 但日股依旧受到相关消息激励 18号日经指数大涨1032.80点 最终收在39740.44点 涨幅为2.67% 分析师则认为 就算日盈宣布结束负利率 初期升息幅度也会偏温和 或许将吸引更多海内外投资人 带动新一波日股买气 不过各界也在观察 当日本结束负利率后 是否会导致日元强势升值 对此则有市场分析师研判 日币的货币政策 基本上将继续维持宽松 不会让日元汇率 有太大幅度的上涨 减少对出口等经济面向的冲击 迷失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最新消息 再来带你来关注的是台海局势 中国近年来 对于台湾文工5号的力 这个5号的力道越来越加大 那么对内呢 则是不停的大内宣 一整天向他们的人民宣传说 要不计代价统一台湾 不过最新根据美国加州大学 圣地雅各分校相关中心的研究调查 却显示 有高达三分之一的中国受访民众 不愿意台海开战 坚持要动武的只占了百分之一 好另外也有中国年轻人 最新他们化名接受了 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说 没有人想要死在战场上 他们要求自己这个北京当局 应该先想办法救救中国低迷的经济 中国青年满眼无奈 因为工作真的不好找 比起统一台湾 恐怕自己的温饱才真正重要 环境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差 但是没有办法 也就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 中国政府整天宣称 民众愿意不计代价达成统一 但加大圣地雅各分校 二十一世纪中国中心 先前所做的调查 却显示高达三分之一 中国受访民众 不要台海开战 始终坚持武统的 其实只有百分之一 卡达半岛电视台 也到厦门访问民众 在自己身份不曝光的前提下 年轻人终于说真话 直说没有人推动统一 都是政府想洗脑大家 统一是必然 皇府智库做出兵棋推演 发现台海奴国开战 侵略方中国同样损失巨大 其实中国年轻人心知肚明 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民众 就说没人想死在战场 加州大学的研究 也得出相同结论 年轻一代反对北京 对台湾更加强硬 希望当局优先改善 不断恶化的经济 因为一旦战争爆发 第一批副战场牺牲的 就是他们 民事新闻林浩博 终合报导 共享汽车巨拨 Uber在2019年的时候 被澳洲高达8000名 这个问奖控告违法 他们认为说 Uber没有建车执照 就擅自营业 经过了五年的禅送 今天Uber同意和解 愿意赔偿原告 大约折合新台币56亿元 这是Uber赔偿的全球首例 赔偿金额也是澳洲史上第五大 共享汽车超方便 只要用APP预约 就谁叫谁到 但同时也冲击计程车生计 Uber就因此2019年 在澳洲被小黄司机 集体告上法院 约8000名小黄司机和业者 控告Uber违反了 计程车营业需要执照的法律 官司残送长达五年 双方总算在18号这天达成和解 Uber将向原告赔偿约56亿台币 换取提告撤销 这不只是Uber赔偿的全球首例 和解金额也是澳洲史上第五大 今天这些奖务可以做 是以恢复的性格和赔偿 我们的群组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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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宣称这是一大胜利 只说Uber总算负起责任 Uber则强调并非刻意违法 因为以前并没有共享汽车法规 而且公司自从2018年就一直依法补偿 2015年澳洲政府修改法规 允许Uber不需要计程车执照 就可以营业 但必须依照州政府制定的计划 补偿计程车司机和业者 明日新闻林浩博综合报道 皇室成员一举一动都会备受关注 那我们接着来看的是 从公众眼前销售将近三个月 期间还进行了腹部手术的 英国王储威廉王子的妻子凯特王妃 她最近到底是否安康成了全球媒体的话题 她到底是进行哪一种腹部手术呢 还是说王储夫妇是不是发生了婚变 各种传言甚嚣成上 好 不过最新在周末呢 英国媒体《太阳报》就指出说 有民众募集了王储夫妇俩 一块到温莎农场商店购物的样子 凯特看起来很健康 英国王室维尔斯王妃凯特 自去年耶诞最后一次正式公开露脸后 迄今神隐 状况到底如何一发引人好奇 16号英国媒体像是太阳报 每日邮报等就指出有民众募集 魏廉王储夫妇一起到温莎农场商店购物 而且凯特看来健康快乐 尽管民众没有拍下照片佐证 但表示凯特的健康 足以让他出门购物 已经让人十分安心 凯特二月进行了腹部手术 并称将休养到4月17号 等小孩开学后 才会重返岗位执行公务 但是什么样的手术 却引人揣测 八卦媒体甚至说 连西班牙媒体都在猜 凯特搞不好进行的是 巴西提臀手术 另外针对日前凯特在英国母亲节 公布的母子合照 经修图引发的混乱 媒体也质疑 照片离凯特的手并未带婚戒 可能代表与威廉发生婚变 还有人议测 也许是威廉出轨 有消息称凯特目前不排除 提前在3月31号复活节时 回归露脸 但在他公开亮相 并回应各种传言之前 各种讨论议测 恐怕还会持续沸腾 民事新闻纵欧岛 体谈焦点我们来看的是 MLB大户相评 他随着稻齐队最新是飞往台南 要准备参加首尔系列赛 比赛都还没有开打 焦点就都集中在 跟着他前往首尔的爱琪 田中真梅子的身上 那么在赛前记者会上呢 大谷被问到了相关问题 结果他的这个美国队友 包含 Friedman还有贝兹 都这个搞笑的当场 戴上了翻译耳机 因为他们也很想听听 大谷是怎么回应记者的 好不过事实上大谷也透露说 这是他跟妻子两个人一块像这样一起出游 是很棒的回忆 是什么问题让队友也好奇 带起翻译耳机想听大谷祥平的回答 当然是关于大谷太太 大联盟首尔赛到其教室众星云集 但比赛开打前更受关注的 就是首次同框的大谷夫妻党 从大谷自己公布的上机前照片 到下飞机出关后 填得刚刚好的互动 连续好几天都攻占版面 到其随对摄影也贴出晚宴照片 请找亮点 几张大谷和爱妻田中真美子的合照 在网路上造成轰动 直说两人笑得好幸福 很登对 更称赞太太好感度超高 几乎零负贫 大谷是棒弹当红炸子机 与她有关的事情 就有可能会被放大检视 到其星期天与韩直陪镇英雄队进行热身赛 当天的开球嘉宾引后全中瑞 因为一袭瑜伽裤打扮引发正反热议 不过也有网友发现 全中瑞是1994年7月5号生 正好跟大谷同一天 有趣巧合也引起热烈回响 明日新闻综合报导 除了球星的爱气 其实也常常是球场场边焦点 还有啦啦队成员 中华之邦的部分 我们带来看的是乐天女孩的 最新战队成型了 乐天女孩全力突破 乐天女孩们主意亮相 高人气懒懒披上背带 今年从啦啦队CEO转任总队长 新赛季将身兼管理职责 但在春训记者会上 韩籍女神李多慧 仍旧没有现身 引发诸多揣测 其实她的合约都还在洽谈中 其实到现在呢 我们也不确定 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主要是要看球团 去跟她谈的合约怎么样 那其实我们也是 跟大家一样 近代官宣的结果 然然日前才带着几名团员 飞往南韩和李多慧相聚 此举被视为 似乎是在积极留人 乐天休赛季阵容大班风 不只球员转队 大咖林香也出走小龙女 外界更用全员逃走宗来形容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就是积极地 在努力培养其他女孩们 就是把那些资源 再放到全部分散到 所有女孩身上 让所有女孩们都有机会 成为下一个林香 乐天女孩新球季分为 红白两队 由芸汐和飞飞担任队长 面对林香离队 球团积极补强四位胜利军 其中从统一转战乐天的Dora 更是2023年 啦啦队新人王 人气同样不容小觑 乐天女孩多角化经营 上个月才远赴日本 宫崎交流啦啦队文化 四月初更将出发 香港橄榄球赛应援 甚至延续 美国大联盟球团主题日交流 希望向更多人推展 台式应援魅力 民事新闻黄丛超 尤博至台北采访报道 南美洲国家巴西受到热浪的侵袭 昨天里约热内炉气温来到 摄氏40度 体感温度更是飙破了60度 当局已经针对1600座城市 发布了健康风险警告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笼重在 异常高温警报中 岸边密密麻麻 全都是人 巴西大城 礼约热内炉 民众不为人潮 全挤到海边 因为体感温度62.3度 实在太逼人 热浪来袭 巴西全国大部分地区 都受到异常高温烘烤 17号 礼约西部飙到摄氏40度 但再加上相对湿度 体感温度直接破60 创下201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 我们在一个很宝贵的地方 遇到温度 温度 不认识 但有些人在这种状态 比较更加热 而比较更加影响 但是 来到乡村 这名阿嬷表示 天气太热 冷气太贵 大家每天晚上都睡在户外 但还不止高温难熬 担心高温热死人 当局已经对东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 1600个城市 发布健康风险警报 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 民事新闻前一听 综合报答 中美洲国家 阿尼加拉瓜 有一对大力士健美兄弟 年过60 体态依旧完美 多年来 荣获了好几项的健美输了 好 不过两兄弟透露 之所以开始健身 是小时候 常常因为听力障碍问题 遭到他人的欺负 镜头前摆pose 伸展背部肌肉 换个动作 秀胸肌二头肌 转现完美体态的两兄弟 是尼加拉瓜 西部城镇 圣特雷沙的传奇人物 两人从十几岁开始健身 现在年过60 依旧健美 枪上填满兄弟俩比赛的老照片 多年来体态拿下许多奖项 去年10月把锻炼过拳 po上往后爆红 粉丝已超过17.5万人 不过如今美满的生活 其实有段辛苦过往 健美兄弟出身贫困家庭 哥哥阿图罗先天性听照 弟弟沃尔特虽然刚出身 听得到声音 但孩童时期逐渐丧失听觉 当年镇上还没有特殊教育学校 因此两人在家自学 青少年起卖报为生 却凭遭他人欺负 才决定锻炼自保 没钱买器材 便用石头和水泥训练 1988年 两人二十几岁时 拿下第一座国家奖校 接着22年间 陆逊赢得十几个奖牌 和奖杯 而健身也渐行 两人成了身边朋友的最佳榜样 明石新闻联心综合报道 印度卷饼杜撒 口感相当的薄萃 是南部的主食 那么日前当地就有食品公司 为了庆祝成立100周年 特别打造了煎饼台 号召团队 在现场做出了全球最长卷饼 是超过了37公尺 不只打破今世世界纪录 还比先前纪录长了将近一倍 长长的印度卷饼杜撒 远看就像一条蛇 16号这天 南印度城市邦加罗尔 有家食品公司 为了庆祝公司100周年 打造专门煎饼台 投入心理能力 就是要做出世界最长的杜撒饼 要做条长长杜撒饼 不只是倒面壶就好 还考验团队默契 大家必须手脚一致 同步倒面壶产肩饼 以及卷肩饼 最终黄提恩不负苦心仁 在今世世界纪录人员见证下 团队在现场做出了 世界最长杜撒饼 有37.5公尺长 是先前纪录的将近一倍 就连老板也吓一跳 本来是为了公司百年庆 做条100英尺 也就是30公尺长的卷饼 想不到团队一发不可收拾 给他又多做了7.5公尺 让他又精又洗 同时也做了最好宣传 民事新闻林浩博终合报道 科技越来越进步了 未来出门也许连钱包手机 都可以不用带在身上 就可以消费结账 南韩庆熙大学餐厅 最近推出了刷脸服务 好学生们可以什么都不用带 直接站到刷脸机前面 让机器可以扫描 核对学生的五官 就可以付钱用餐 用餐时间到 学校餐厅挤满了欺饿的学生 大火乖乖排成一列 等着站到刷脸机前 刷脸付费 南韩庆熙大学的餐厅 经济来推出扫脸机器 取代收银机 学生只要提前通过APP 扫描脸部特征注册 不必带钱包 也不必带手机 带上脸 就能到餐厅用餐结账 扫描服务很谨慎 为了担忧各资泄漏 用照片取代真脸 也完全行不通 服务特别强调 所有资讯都进行了加密处理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 不只是刷脸 像是指纹 眼睛红膜 声音等等 都早成为了辨识身份 结账的管道 也许未来还会有更多样 取代传统钞票付费的方式 明时新闻综合报答 国际上详细天庆 把时间交给闽西 哈喽 大家晚安 我是民視AI主播闽西 玉山塔塔加地区 来了新教课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宣布 首度在海拔 大约2800公尺的林芷山区 发现射箱猫的踪迹 而且从去年底至今 至少有2到3个月的活动记录 这些全都创下新的生态记录 射箱猫是独行侠 也是夜行性的肉食性动物 生活习性相当隐秘 期待它们在台湾山林 愈来愈好哟 接下来 来看今天的国际气象相关消息 南美洲国家厄瓜多 受到声音现象的影响 最近这两个月大雨不断 全国24个省份有23省 多达13万5千人受灾 并且有3万栋房屋受损 根据厄瓜多气象当局的统计 单月的降雨量 已经高达常态雨量的2倍 甚至3倍 现在来看国际主要城市的温度 东京、大阪、首尔 最低3度最高12度 新加坡、雅加达、河内 最低19度最高34度 吉隆坡、马尼拉、新德里 最低16度最高33度 纽约、洛杉矶、芝加哥 最低-1度最高20度 伦敦、巴黎、莫斯科 最低3度最高19度 其他最新国内外消息 请大家持续锁定民事新闻 我是闽西 接下来把现场交给主播 我是刘方慈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也请持续收听我们各节podcast 带给您最新最及时的新闻